你敢相信吗 网传批歌三的总冠军 被王耀庆夺得 陈楚生的付出 张远的人气 全被视而不见 这结果 别说粉丝接受不了 就连单纯看节目的路人 都要直呼看不懂吧 毕竟看完陈楚生的众多舞台 哪一个没有得冠军的前置呢 无数跟无数的续集动物世界 这两个唱演舞台一出 怕是薛之谦本人来了 也会忍不住拍手叫绝巴 合妥的冠军舞台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无数兄弟们配合默契 唱功在线 演技高超 整个故事走向 被有才网友总结为 体面最终把不安 愤怒和懦弱关了起来 而无数的2.0版本 动物世界 演技方面 王月鑫的表现 简直不要太炸裂 而本身就是演员出身的罗杰夫 虽然唱中文歌略显违和 但表情管理真的一绝 这样的舞台不多惯 谁会服气呢 之前因为蔡国庆太过活泼跟年纪最大 导致很多哥哥都不愿意跟他一对 没想到被陈楚生一接收之后 整个舞台都相当的成才 一首落叶归根 开口就是一记绝杀 能把某人嫌弃的哥哥打成王牌 也就陈楚生能做到了吧 演完行走的鱼之后 走新舞台这列老旧就有了巅峰 之后老旧参加的所有走新舞台 都立志要超越这场 只是一直没能成功而已 因为自己队一直在不停地输 所以为了能突破 陈楚生再三公主动挽下了唱跳舞台的任务 一首卡拉永远OK 让全场观众看到了陈楚生想保护队友的心 大哥真的不愧是大哥 虽然光明舞台没赢 但是两人的唱功是真的没得说 可能现场观众都太年轻了 没听懂两人想讲的故事 这点真的很可惜了 就是说视频最后 你觉得皮哥三的冠军应该是谁呢